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河南,这块土地可以说承载了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 那在河南一草一木,一块碑一条路,其实在其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无数的故事 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故事从哪开始说起呢 就从母亲黄河,黄河母亲开始说起 怎么说呢,一说到母亲就想到黄河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黄河滩上的淤泥开始说起 因为我们今天故事的土人工就是靠着黄河滩上的淤泥已经致富成功了 王林,安徽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这个宴台就是说是九龙规,是99年时候向澳美赠送礼品 表示是河南的暴露是88个方案 不如这一个方案主宣了 八十多个方案 对,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的九千万,就是河南上代表九千万人口 这一个是中年的世纪规,是中年历史文化的代表 这个九条龙的就是说他都盼望着澳美早日回归 那当时做也是个宴台 当时做的,这是一个宴台 九龙规的原品已经赠给了澳美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按照当年的九龙规一比一仿制的 除了这件让王林自豪不已的作品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宴台 春雨宴都是说他这个在历史上他都是拼面性的 然后现在我们做的有拼面了,有理题了 现在有一个创型 前面也就是在历史,立体的历史 就是昌哥北,天后这个是历史 这都是在这个原始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造型上 你有给他改,有给他突破,突破一个创型 原来都是平面的 对,他又能管上,他又能使用 这些精美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王林带我们来到了工作室,一探究竟 这个看啊,这个师傅们都在聚精会上的创作着 像这一方面来,他做好的话 到最后成成品的话,大概需要几个部分流程 是20多个这个流程 一开始就是从黄河里边选你 然后选我来过以后的在这个淘质就过滤 过滤过以后再沉淀 沉淀过以后就像这样的就是说的 这个取出来都能制作了 现在就已经是货好的泥了 这没有,现在是就是取出来过以后,在收工再货 还得再货,怎么货呢 你看,这首先这个,甩一下 甩一下,对 他这个货泥的时候也可坚强 最后货的时候,他里边不能有空气 他这看,这个手,这个手转动 这个手张是在劲 这个难度也挺大,是吧 我说我试一下,看您捏着这泥好像挺软的 哎呀,这不行啊这个 泥是很细腻 但是龙的可不像大姐龙的那么轻松 这不行,我这来不了 剥好泥之后 做出雁台的基本形状就可以开始雕刻了 王林现在制作的这一方雁台 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都是最简单的一款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款最简单的雁台 雕刻上也是脱费工 都给它修好了之后 还需要再进行什么过程 需要就是说,再晾一晾 晾一晾,晾个半个 晾个二十多天吧 再细部雕一下 雕完过以后,到杆头的时候 再细部雕刻 雕刻,然后再 杆头的时候还要再雕刻 还要再雕刻,反复雕刻 然后再打磨 打磨完过以后,看看哪些温度不清晰 还要再细部 反复雕刻 那什么时候可以进这个姚茹了呢 包括它这个画面 包括它这个线条比较黑细 亮的比较广 上了就不能再改动了 但是也能改动 但是说有点碳单度比较大了 由它这个硬度比较高 比方说从最初的泥到最后成品 一方雕台 这得多长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的 看似简单的一方小雕台 却要经过三个月的打磨烧制 精雕细琢的程度可想而成 每一方雕台都可以说是制作的 心血 说起自己的雕台 汪玲是滔滔不绝 而且凭借这些雕台 汪玲也获得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奖项 以及各种荣誉 汪玲究竟是怎么与邓你雕结缘 说起往事 汪玲已经煽然了一下 因为汪玲说这一方方雕台 不仅是他心血的结晶 更是他和赵佛用生命换来的 我们一开始是做转调 做转调的就是做转调的 这个行迹的创作 一直在这个工作室里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汪玲和丈夫张存生 从安徽老家来到郑州 两个出身农村的年轻人 凭借他们精湛的技艺 应聘到黄河风景名胜区 雕刻大型专雕作品西游记 因为工作室就在景区 每天都有游客来参观 有一天工作室里 来了这样一位参观者 此时是王林夫妇第一次听到邓女燕这三个字 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卢老遗憾的口气 令他们印象深刻 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为何对此情有独钟 这也引起了王林夫妇的兴趣 他们利用工作中与专家接触的机会 开始讨教成尼燕 河南省民俗专家 尼宝成老先生 可以说是王林夫妇 一路走来的见证者 因为成见属于陶 你知道陶发展一定觉得都被铁器 清风气代替了 而一座农方寺宝 这个文化符号来说 它被实验取代了 后来我们知道的是端燕的 是吧 那些有名的实验的 而陶就退去到门口了 邓尼燕与端燕、舍燕、陶河燕 并称为四大名燕 它使用经过邓喜的黄河自泥作为原料 加工烧制而成 质地细腻 注水不喝 力寒不冰 发墨而不损毫 备受历代帝王推崇 唐宋皆为贡品 四大名燕中 其他三种燕台都是实质的 只有邓尼燕是用泥土做的 但坚固程度却与实验不相上下 邓尼燕的制作工艺 据说到清代已经失传 邓尼燕讲究烧制和雕刻 而王林夫妇自己烧砖 又做砖雕 这也正是卢光照先生 触景生情的原因了 当我们问及王林 说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 邓尼燕的时候 他说他当时的想法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想多挣点钱 填补点家用 因为在当时 他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来源就是靠丈夫 这一个月八十块钱的工资来维持着的 所以当时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时候条件好的话 就去幼儿园里就上一个月 如果要是条件就是这个月 就生活比较困难的话 就直接在家写了 就不去上了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报社记者过来采访我们老师 然后他那一张照片 但是在衣服上就铺了一个补丁 就是没办法 就找了一个深蓝色的墨水涂到皮肤上 然后就拍了一张黑白的照片 王林说 当时作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 他想到的就是如果把这个已经失传的东西再次研制出来 他们就有了自己独有的技能 而这一招仙的技能就能成为他们谋生的工具 就这样 一个农村姑娘以她最质朴的想法和丈夫开始了邓尼燕的研制 这里就是黄河边 黄河邓尼燕的泥就取财与子 如今和王林一起选泥 孕尼的是王林的儿子 而想当年陪伴在王林身边的 是他挚爱的丈夫张存生 说起当年王林说 刚一开始做邓尼燕的时候 他就差点把命打上 过来找尼的时候我和外人一块忙 然后想到这个水水的地方去找一下 这个不用我在前面他在后边 制作黄河的一面 并非所有的黄河淤泥都可以用 必须是沉积在底部 如丝绸般细腻润滑的泥沙才可以 找尼是艰苦而危险的工作 但是每当去水深的地方找尼的时候 王林都冲在最前面 让丈夫跟在身后 因为他说丈夫是他坚实的后盾 不能有危险 我外人在身边 总干牛是比较是 就是他显得塔睡一点 但是那一天 当王林走到水深的地方之后 突然一个浪打了过来 王林一下子没了踪影 这些人跑过去了 肯定他这个身上 那时候跑到水里边 有时候自己还站不起来 就身上干牛 也顾不住听他们叫 然后就直接的 他把我捞起来 呛了几口水之后 王林再一次回到岸上 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 起死回生的感觉 当时他的性命只有两个字 委屈 我就和我外人说 我说不干了 我再也不干了 结果外人说 就是说没事 如果在这 你身上都不要怕 丈夫的话给了王林些许安慰 王林说 他就是个小女人 只要有丈夫张存生在 他就愿意跟着他一路前行 死后的日子里 每当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泥 就会拉回来制成燕台 放到砖窑里面一起烧制 经过半年的实验 拉回来几十车的泥之后 他们终于烧制出来了第一方燕台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终于找到了 适合做邓泥的泥 像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一方燕台 你看啊 这个大姐告诉我是 最早烧成的第一批 第一批燕台 对 那这个对有很多年了 这个 就是八八年 八八年的时候 还有呀 这都是古董型 那对 把你那天拿着 这宝贝也对着 大叔这个燕台 是给了这个砖窑 一块烧制的 对 因为是和砖窑一起烧制的 所以燕台的颜色 全部是青色的 这还远远达不到邓泥宴的标准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燕台 才是黄和邓泥宴呢 王林告诉我们 古书上对于邓泥宴 有着这样的记载 想烧制优质的燕台 就必须有优质的原料 而邓泥宴名字的由来 则正是由于 要将黄和泥一遍一遍的邓清 沉淀之后取出来的泥 除去四周边缘的部分 只用中间最细腻 最干净的部分 才可以开始制作燕台 当年王林夫妇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三个多月 纯手工雕刻了十多方燕台的泥坯 十几方燕台雕刻完 正好赶上春节 周围的人都在欢天喜地的过年 王林夫妻二人却开始 灰头土脸的泪摇烧焰 我把春泥眼做热成功 王林认为 这个时候才是他们真正烧制邓泥眼的开始 他们累起了专门烧焰台的窑 这第一批燕台 一共烧制了三天三夜 王林夫妇俩也在炉火边 整整守了三天三夜 三天之后 窑门打开的一瞬间 满心期待的夫妻二人惊呆了 打开窑门 一看真的一窑是碎片 本以为烧制成功 就可以有钱贴补家用 可是没想到 却是如此景象 三个月的精雕细琢磨 毁于一旦 但是张存生却说 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容易成功 他就不会失传了 丈夫的坚持 让王林选择了继续默默跟随 收拾心情之后 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实验 那究竟什么时候 这燕台才能烧制成功呢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声财有道 他会瞧 这个清脆什么 这个链上 这声音很清脆 对 清脆 对 这是听 听他的声音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听他的声音 就是他的温度 温度是要少够的话 他这个声音 这样流整为清脆 是温度越高越好吗 还是是才达到一个标准的 他达到一个标准 也搞了也不行 他搞黑了 就是说他不下墨 燕台本身就太光滑了 就光滑了 一沿墨的时候 这个墨它就下不去了 下不去 对 它比较黑化 所以温度不能太高 太高它就太滑了 这燕台 不能太低的话呢 也不行 学燕台 然后有墨它这燕台坏了 就死坏那个燕台 所以这个温度就非常讲究 讲究 对 王林最初烧制的失败 就是温度没有控制好 但是温度究竟要控制在多少 并无惧可考 他们当时唯一可以参考的 只是古书上关于邓尼叶成品的描述 所以他们也只能根据烧制出来的成品 对照古书上的描述来调整下一炉烧制的火候 像现在咱们看着火是升起来了 然后从点着火开始 关上门开始 这一共得在里头烧多少时间 这个一共得烧六天时间 烧制的六天是王林夫妇 巧守期盼的六天 他们会尽可能观察摇炉里的细微变化 就这样 王林的第一方灯里面 最终以八十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一个新加坡游客 他说那相当于丈夫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虽然他不舍得卖 但是也只能忍痛割暗 因为终于可以贴补家用 到了1992年的时候 制宴的技术已经日渐成熟了 这个时候王林夫妇二人便带着自己的宴台 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展销会去 这一来是为了提高自己宴台的知名度 二来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宴台打开一条销路 于是乎在那段时间 这夫妇二人可以说为了宴台展销会这件事 是大动脑筋 大为费心 自己带点左瓶 然后答应点简介 就是介绍这个春节宴 给他们一张一张的发 发来要得给他介绍 你不介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经过夫妻二人的积极宣传 邓妮的销路慢慢打开了 他们的收入也从几百元几千元 到了几万元甚至几十万 而且随着记忆的日趋成熟 王林夫妻二人烧制出的宴台也有所创新 咱老说这个燕台 你给讲讲比方说分辨 这个一方燕台 它这个品质高低的话 通过哪几个方面 你给讲讲 成熟燕就是以称死而论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燕死 像这个燕台 这个是卧弧 这就是腰变 这个腰变的变化 里面又出来一个图 像这个 这个变化就是说像湿度的感觉 比如说这一个燕台上面 就是说多样变化 但它变得很自然 做了是二十多年了 就这一个 这一个第二件 这一个是树瓶变 本来这个树瓶 这是个树头 你看它变化里头 很自然 这个造型 就还复合这个意境了 对 很难得 像那个摇变好 由于摇变不可控制 所以同一方燕台上 颜色变化多样均匀 而且符合作品意境的 才能称得上是邓宁燕的上品 除了颜色 造型也是邓宁燕 评判的标准之一 你像这个造型 你看吧 这是黎贝 月月 那其实还有它的造型的创意 像这个是契合了那种词词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是吧 这个概念 它这个月亮就做到大大的 就从这个燕池的形状 对 燕池 意境就回上 对 然后就提案这个 黎贝这个任务表刻 包括这个画面 经过夫妻二人不断的钻研和创新 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在一些比赛中相继获奖 而且到了1999年 还发生了一件让夫妻二人感到无上光荣的事情 这对农村走出来的夫妻 要代表河南人民向澳门回归献礼 这个贺礼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看到的九龙鬼燕台 当时这个设计这个九龙鬼的时候 就是说三天三夜没有喝烟 王灵说 九龙鬼设计工艺复杂 难度大 时间紧 张存生躲进工作室 忙碌了三天之后 第四天 当他走进工作室 王灵发现 他的面容异常憔悴 这卧上医院检查的就是胜甩机 王灵说 其实丈夫的肾病由来已久 之所以突然爆发 是多年积劳成疾的结果 做完检查之后 张存生当即被留下住院 在丈夫住院的日子里 王灵一边照顾丈夫 一边还要按照他的设计图 和学生们一起制作九龙鬼 王灵也本以为张存生可以休息一阵之后 继续工作 但是2000年4月的一天 对于王灵来讲 却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他说话的时候 就忽然就是说他就躺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赶紧大声叫 叫他 叫他大声 我想让他叫过来 我根本都不会想让他会过去 我想让他年轻英零 事业还没有完成 然后孩子还这么小 他一定会呼呼叫过来 大声叫 叫了好长时间没有叫过来 所以我想让他 最后我也不知道 自己也不知道张伟是吧 2000年的4月 王灵的丈夫张存生 永远离开了他 多年来一直夫唱妇随的王灵 感觉天塌了 有时候想想 我想跳到黄河里边 就是想想不能害个孩子 哪有孩子害羞 小人才六七岁 大人才十两岁 然后就觉得他会去远方 然后自己有时候我也会想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吧 就是已经忙碌的 这很多事情 就是很见 就让人变了 留下一对年幼的儿女 丈夫张存生就这样走了 那段日子里 王灵终日以泪洗面 独物思人 我都是从我们两个 去过的地方 都站到我地方去想 好想到最哪个地方 看了我 有时候不管是躲哪个地方 都在笑 我脑子都是疼 王灵说 那段时间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丈夫已经为邓尼燕付出了生命 如此惨痛的经历 让王灵对邓尼燕望而却步 不过在采访中 她带我们看了一方艳台 她说 正是这方艳台 让她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 为了纪念王夫 王灵又重新抓起了黄河尼 她按照九龙鬼的造型 做了一方我们现在看到的 小版的九龙鬼艳台 王灵得奖之时 也刚好是王夫张存生 逝世一周年之际 这个奖项可以说 既是对王夫的告慰 也是对王灵的肯定 此后 王灵渐渐从丧夫之痛中 走了出来 一个一直跟随在丈夫身后的女子 继续起了王夫的事业 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今天在王灵的家里 我们看到了她亲手雕刻的 一尊丈夫的小像 就是黄色一个破浪 然后就给她后面 给她做一个偷像 就是说她这个 把生命都放到这个黄河这了 王灵说 累了的时候 看看丈夫的雕像 她知道所有的努力 丈夫都能看到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儿子女儿女婿 学的都是雕塑 张存生曾经的事业 已经亲火相传 天台上就说原来是历史故事 人物呀 回来就说把这个 荷兰的这种历史文化 把它做进去 这是那流浪的龙门 龙门师库 龙门鲁 那大佛 这是跟荷兰的这个 联合方胡 这种文化元素 这是顺目物方柄 然后是家库文 陶器 像这个家库文的一些变化 构图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也不是最称 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形式上 一场产业形式上 现在设计感有一些是 年轻一代制作的 郑米燕作品 在以前历史故事的基础上 开始推陈出新 而王林这里的郑米燕 也因为获得了众多奖项 名气越来越大 王林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 他的作品也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收藏者的关注 作品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同时 王林还开发出了茶具和砖雕 每年这三项 也给他带来了上百万元的收入 当我们问到王林 当初为什么选择做行业的时候 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 他说就是想挣点钱 贴补家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定的切合时机 离自己近一点的话 那我们在实现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方向目标更明确 一步一步走起来更踏实 实现起来更轻松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把目标定得简单了 质朴了 也许在将来 他就会让我们得到一份 巨大的成功的梦想的感觉 所以各位 身材有道 今日之道 我们送给大家五个字 简单 简单 不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